随着国内疫情降二级 台中市文化局为了振兴艺文产业 8月开始是举办了一系列的展演活动 吸引人气 这一天是找来台中知名妙玄舞蹈团 和九天民俗记忆团 跨界合作了庙会剧场 透过文化结合舞蹈以及古艺的精彩表演 鼓励民众多走入艺文场所来欣赏 千里眼等众神绕镜结合舞者的民俗舞蹈 为庙会剧场揭开序幕 接着福禄受神军Q版人偶出场 跳着可爱舞蹈相当吸睛 这天由台中知名妙玄舞蹈团 和九天民俗记忆团跨界合作 以妈祖信仰作为创作核心 结合家将战鼓传统文武艺正 以及官将手轮番演出 带给民众视听绝尚的饗宴 文化里面义正文化 其实有包含的文正跟武正 那之所以它文化有它的美好 是因为我们蕴藏了台湾的在地性 那台湾的文化之所以迷人 其实是从庙口里来衍生的 那我们希望把庙口文化 透过了剧场的方式来做一个呈现 九天最精彩的古正之外 其实还会加入非常多投影的元素 灯光的元素 所以会有别于在我们户外看到的演出 它非常更精致化 更提升化 那舞蹈的部分呢 庙选也做了一系列舞蹈的编排 是会跟大家在庙口户外所看到的 舞蹈的呈现都非常的不一样 不管在服装或是编排动作 都有相当精彩的一个表现 舞者透过将台湾传统艺正结合舞蹈 带观众重温90记忆 加深于土地的情感连结 疫情期间 疫情期间为了协助艺文产业振兴 台湿市文化局从8月份起 推出儿童艺术节 逍遥音乐厅等艺文活动表演 更针对立案演艺团体 提供了将近1000万元的纾困金额 希望能够协助度过疫情难关 我们希望能够在 让我们的艺术团队 能够有更多的表演机会的情况之下 所以我们先推出了一个庙会的系列 这次由我们九天跟庙玄舞团 来进行的这样一个跨结合的 一个艺术表演的形态 非常的多元 那我们也欢迎我们的市民朋友 能够多多走到我们的表演艺术厅 能够来欣赏我们优良的艺术表演 市府文化局强调 目前也正在筹备台中爵士音乐节 等许多艺文活动 在防疫规范下 活动滚动式调整 要让民众安心参加 度过疫情 记者论为台中采访报道